1972年10月12日,乌拉圭一所大学的橄榄球队员们带着他们的家人和朋友登上了前往智利圣地亚哥的飞机 队员们要去那里参加一场橄榄球比赛 整架飞机坐无虚席,一共有40名乘客和5名机组人员 这是南多第一次坐飞机,所以他非常兴奋 他还邀请了妈妈和妹妹一起观看他的比赛,大家在飞机上有说有笑的非常开心 第二天,当飞机快要到达圣地亚哥机场时,坐在前排靠窗位置的卡利托开始兴奋起来 因为他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他希望和自己的兄弟们在异国他乡来一次生日旅行 他看着窗外美丽的风景,心里畅想着这次旅行将会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这时,一个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原来,是他兄弟的女朋友想在窗边拍几张照片 想问下卡利托是否愿意换座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还是假装潇洒地换了座位 然而,卡利托未曾料到,这次看似平常的座位调换 竟会成为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抉择 仅仅在卡利托换好座位后的一分钟 飞机便开始剧烈地颠簸 突然间,飞机下降了600米 紧接着,又下降了400米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随着一声巨响 飞机的腹部和右侧机翼猛地撞上了山脉 将其瞬间撕成两半 机尾部分迅速下坠 然后半截机身被扯开一个大口 在这紧要关头 飞机的剩余动力仍推动着它向前攀升 直升至4400米的高空 飞机主体随即坠向山脉覆盖的雪地 以3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沿着冰川的陡坡急速下滑 经过两公里的滑落 机身终于在一堆积雪的阻挡下停了下来 几分钟前,客舱内还充满了欢声笑语 此刻却只剩下了乘客们微弱的声音 刺骨的寒风灌入破损的机舱 将所有声音都吞噬得一干二净 片刻之后,卡利托缓缓睁开了双眼 由于之前换了座位,他受的伤并不算重 意识依然清晰 他环顾四周,只见机舱内部一片混乱 飞机紧急制动后 原本固定在地板上的座椅 全都堆叠在了机头附近的舱壁上 许多人被压在座椅下 有的还在发出微弱的呼吸声 有的已经没有了呼吸 卡利托费尽力气从座椅堆中挣脱 亮呛地站了起来 他发现后排的乘客和机组人员都不见了 他待在原地 不知道这次事故中有多少人遇难 又有多少人幸存 他站在机舱中望向外面 只见白雪挨挨的山峰环绕四周 这里宁静的仿佛什么都没发生过 寒风不断涌入机舱 他也打在卡利托的脸上 他感到自己可能就要死在这里了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另外两个人也缓缓地站了起来 原来他们是两个医学院的大医新生 当着他们意识到自己的伤势并不严重时 立刻开始进行救援 卡利托也加入到救援行列 他们首先救治的是一名腹部被一根六英寸长的钢管刺穿的伤者 而卡利托则立刻寻找他的朋友南多 南多当时处于昏迷状态 两名医学生初步检查后认为他可能颅骨骨折 面对这种情况 他们无能为力 只能将南多小心翼翼地搬到一个相对平坦的地方 接着 卡利托与两名医学生前往驾驶舱 发现机长的身体被严重挤压 头部甚至被挤出了挡风玻璃 已经不幸身亡 而副驾驶被紧紧地困在座椅上 伤势严重 两名医学生试图将他从座椅中解救出来 但副驾驶拒绝了他们的帮助 请求他们找到自己的手枪 结束自己的生命 但两名医学生无法这么做 只能继续去救其他伤员 他们将已经没有生命迹象的人从飞机中移出 以便为幸存者在机舱内腾出更多空间 这架原本载有45人的飞机 现在7人下落不明 5人在事故中当场丧生 而在剩下的33名乘客中 有一半以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而他们现在位于世界上最长的安地斯山脉 这里山峰林立 地形极为险峻 这支橄榄球对遭遇坠机的地点海拔 更是超过了3900米 属于极高海拔地带 对于普通人来说 在没有足够时间适应的情况下 一般能够承受的海拔高度 大约在3500米左右 一旦超过这个高度 大多数人可能会开始感到不适 出现高原反应等各种症状 而他们许多人都受了伤 因此 身处3900多米的高海拔 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更不用说他们还要面对 食物匮乏和严寒的困境 目前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收集所有可用的物资 以确保能够生存下去 直到救援队伍抵达 卡利托和其他几名伤士较轻的人 承担起了搜寻物资的责任 而医学生们则负责照料那些重伤员 在努力搜寻了一段时间后 他们仅找到了一些糖果 巧克力和几瓶红酒 他们非常节俭地分配了这些有限的食物资源 巧克力不是每人分一块 而是每人只能分到一小片 酒也是每人只能抿一小口 为了给身体带来一些温暖 他们所面临的困境远不止物资短缺 接下来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在等着他们 夜幕降临 随着太阳的落山 温度急剧下降至零下30度 为了抵御严寒 卡利托和其他人用行李箱和座椅堵住了飞机上的大洞 并且搜集了飞机上所有能够用来保暖的物品 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 所有的幸存者都挤在飞机残骸内 除了那些因重伤只能躺着的人之外 其他人都采取面对面坐着的姿势睡觉 这样可以利用对方呼出的热气来相互取暖 在寒冷饥饿和恐惧的包围下 幸存者们度过了坠机后的第一个夜晚 这一夜无人能够安然入睡 卡利托也不例外 第二天 朝阳出生 眼前的风景美得仿佛可以印在明信片上 然而 这美丽的景色 与远处雪地上遇难者遗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不久后 医学生罗伯特走出机舱 他告诉卡利托又有五名重伤者未能挺过来 请求他帮忙将遗体移出机舱 至此 幸存者还剩28人 坠机后的第三天 他们仍满怀希望 相信搜救队很快会到来 因为他们确信飞机失事的消息已经传去 救援只是时间问题 这一天阳光依旧灿烂 卡利托走出机舱 仰望天空 期盼着搜救飞机的出现 突然 他注意到远处有一个黑点逐渐变大 他确信那是一架飞机 卡利托激动的叫喊并挥舞手臂 其他人也注意到了飞机 大家都认为救援即将到来 互相拥抱庆祝 卡利托甚至打开了一瓶酒 和医学生罗伯特提前庆祝 然而 那架飞机在稍微降低高度后 又继续飞走 并没有停下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几个小时后 仍没有任何搜救队的迹象 大家不得不接受了现实 实际上 在飞机坠毁后不久 智力空军便启动了搜救行动 他们派出了多架直升机进行搜救 然而在安地斯山脉的复杂地形中 这种方法似乎并不奏效 由于天气晴朗 阳光强烈 搜救人员在空中向下观察时 积雪反射的阳光会干扰他们的视线 此从高空看 人影显得非常小 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岩石 理论上讲 在空中应该可以发现飞机残骸 但由于飞机机身是白色的 与周围的积雪完美融合 导致搜救队在连续三天的搜寻后 仍未能找到幸存者 失望的卡利托回到机舱 坐在昏迷了三天的南多身旁 卡利托忧心忡忡地望着南多 预感他的情况不容乐观 然而 几分钟后 南多苏醒了 随着视线逐渐清晰 他看见了卡利托 他摸了摸自己的头 感觉头发和血块粘在了一起 他困惑地看向卡利托 卡利托用一种平静而绝望的语气告诉他 我们坠机了 现在被困在安地斯山脉中 南多逐渐恢复意识后 询问他的妈妈和妹妹在哪里 卡利托无法直视他的眼睛 告诉他 他的母亲已经不幸去世 遗体在机舱外 而他的妹妹虽然还活着 但伤势严重 得知这一消息后 南多情绪激动 呼唤着妹妹的名字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爬到他身边 曾经活泼的妹妹现在安静地躺着 面色苍白 呼吸微弱 南多抱住妹妹 握着他冰冷的手 试图通过哈气让他暖和起来 并温柔地安慰他 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但未来的一切 真的能如他所愿吗 坠机的第四天 所有人在高海拔地区的严寒中 遭受的脱水症状日益加剧 南多感觉口渴难耐 因为高海拔地区空气稀薄 为了获取更多氧气 人们会加快呼吸频率 从而加速体内水分的流失 他们找到的液体只有酒 但酒并不能解渴 反而可能加剧脱水 卡利托想了一个办法 将雪装入瓶子中 通过摇晃加速雪的融化 然而这个方法消耗的体力 超出了他的预期 于是便放弃了 这时有人发现 飞机座椅后背上 有一块铝支薄板 质地较软 易于塑形 于是他们将这块铝板 制成漏斗形状 将雪放在漏斗上方 然后将漏斗置于阳光下 在阳光的照射下 雪融化成水 顺着漏斗滴入杯中 就这样 他们终于得到了第一杯真正的水 每个人轮流 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小口 虽然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但食物短缺的问题依然严峻 之前搜寻到的食物本就不多 而现在 28名幸存者在四天后 已经将食物消耗的所剩无几 为了生存 他们开始更加严格地节省食物 尽管处境艰难 每个人都仍然抱有希望 期盼着被救援的那一天 然而 南多内心却生出了一个不同的想法 深夜里 他轻声对躺在身边的卡利托说 他想要翻越眼前的这座山 南多之所以有这个念头 一方面是因为他看不到任何救援的迹象 食物也即将耗尽 他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 尤其是考虑到他的妹妹还受了重伤 南多还从他人那里得知 副机长在临终前透露 飞机坠回前已接近安地斯山脉的边缘 只需再向西飞行不远 即可抵达智利的圣地亚哥 这样南多坚信 只要他能向西穿越山脉 就能得救 但考虑到专业登山队都需要足够的食物和保暖装备 而他们现在一无所有 南多自己还颅骨骨折 身体状况并不适合登山 加之他们已经四天没有正常进食 这个想法听起来似乎并不现实 卡利托听完南多的想法 认为这简直是天方夜谈 他劝南多早点休息 不要再想这些事 沉默片刻后 南多提出了一个问题 食物一旦耗尽 他们还能吃什么 南多说 如果迫不得已 他们可能只能以外面的遗体为食 意外的是 卡利托听到这样极端的想法并没有表现出震惊 而是陷入了沉默 因为这样的念头 其实已经在他心中出现过 坠机后的第九天 剩余的食物只够所有人维持一天 之后 他们将面临饿死的危险 幸存者们并非没有努力寻找食物 他们曾试图找到坠毁的飞机机尾 因为飞机的厨房就在那里 但是恶劣的天气很快击败了他们 有些人甚至差点在寻找过程中冻死 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沮丧 饥饿难耐 又没有任何救援的迹象 他们感到绝望 然而 南多在这一天经历了一件事 让他的斗志被重新点燃 他的妹妹因重伤 未得到适当治疗而去世 南多最初感到极度痛苦和自责 后悔带母亲和妹妹参加这次旅行 他唯一感到安慰的是 妹妹至少是在他怀中安详的离世 不是孤独的死去 悲痛过后 南多的求生欲望变得前所未有的强烈 他决心不能就此死去 他要带着母亲和妹妹的遗体 离开这座大山 走出安蒂斯山脉的念头 在他心中愈发坚定 坠机后的第十一天 所有幸存者都极度饥饿 他们上一次进食已经是两天前了 他们开始尝试吃任何能放进嘴里的东西 比如座椅上的棉絮和鞋上的皮革 但这些东西难以下咽 许多人吃了之后又吐了出来 尽管如此 幸存者们没有放弃 继续在飞机残骸中搜寻可食用的物品 同时仍怀揣着被救援的希望 然而 他们不知道一个让他们更加绝望的消息即将到来 当天下午 他们在飞机上寻找食物时 意外发现了一台小型收音机 一位幸存者用飞机上的电线做了一个长天线 这样他们就能接收外界的广播 不久 其中一位幸存者进入机舱 对大家宣布他们在广播中听到了一个消息 他说 搜救行动已经取消 搜救队计划在明年二月 积雪叫宝石再来寻找我们的遗体 他们原本满怀希望的等待救援 这个消息让大家陷入了绝望 那位幸存者接着说 我们不能再坐等救援 而应该主动采取行动 依靠自己的力量离开这里 卡利托看向南多 注意到南多正平静地凝视着西边的山脉 他明白南多在想什么 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 医学生罗伯特开口说话了 他表示 现在大家都需要补充蛋白质 而这里唯一的蛋白质就是我们朋友的遗体 如果你想活着见到家人 我们就必须这么做 面对罗伯特的提议 众人反应不一 有人满脸拒绝 因为吃人肉本身就令人难以接受 更何况是朋友的遗体 而且这些幸存者都是基督徒 吃人肉严重违背了他们的信仰 然而 也有人同意这个提议 南多就是其中之一 但他坚决不允许触碰他母亲和妹妹的遗体 在这种艰难的抉择面前 罗伯特拿起一块碎玻璃 走出机舱来到遗体旁 他选择了机长和副机长的遗体 因为他们与大家没有直接的情感联系 他用玻璃碎片从一具遗体的腿部 割下第一块肉 闭上眼睛 然后吞了下去 此时 卡利托内心极度矛盾 但他所能做的 就是竭尽全力让自己活下去 尽管如此 还是有人对这个行为感到厌恶 拒绝吃人肉 最初 只有罗伯特 卡利托和南多在吃 但渐渐的 其他人也开始吃 直到最后所有人都不得不吃 在大家接受了这件事后 医学生们承担起了分割人肉的任务 他们将遗体上的肉切割成小块 在阳光下晒成肉干 这样不仅更容易食用 心理上也更容易接受 坠机后的第16天 幸存者仅剩27人 虽然他们解决了食物问题 但遗体有限 随着时间的推移 食物消耗得很快 南多在身体有所恢复后 开始计划如何离开山脉 他知道 独自翻越大山是不现实的 他需要有人同行 在考虑了一番后 他最终选择了罗伯特 罗伯特同意加入 他认为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主动尝试 最坏的结果不过是死亡 何不冒险一事 于是 南多和罗伯特开始规划路线 打算在气温稍微回暖时出发 一天夜里 当大家像往常一样挤在机舱里睡觉时 外面传来了巨大的声响 还没等大家反应过来 大量的积雪冲破了他们用行李箱堵住的机舱门 瞬间淹没了一切 南多感觉 仿佛有一千吨水泥压在胸口 堵住了他的口鼻 使他无法呼吸 就在他以为自己快要死去时 脸上的积雪突然被人挖开了 当他大口喘息着睁开眼睛时 他看到卡丽托的脸出现在他面前 原来 雪崩发生时 卡丽托没有被完全埋住 他注意到还有另一名幸存者 也只被雪埋到了颈部 随后 他们从雪中挣扎着站起来 努力救出其他被埋的同伴 不幸的是 雪崩中有八人遇难 这让剩下的十九名幸存者深感沮丧 雪崩将机身完全掩埋 幸存者们被困在里面无法外出 他们意识到 随着空气的消耗 他们将面临窒息的危险 于是 南多从行李架上取下一根金属杆 撬开了驾驶舱的一块挡风玻璃 然后挖了一个洞 确保新鲜空气的供应 在这种极端困境中 每个人都在努力坚持着 雪崩后的第三天 暴风雪终于停了 幸存者们从驾驶舱挖出了一条隧道 成功从飞机残骸中逃出 同一天 之前遇难者的遗体已经被消耗殆尽 因此 他们不得不开始使用最近去世的朋友的遗体 一些幸存者在连续使用了近半个月的人肉后 开始感到厌恶 拒绝再吃 加之受伤后一直缺乏治疗 又有两人不幸去世 坠机后的第三十五天 他们已在安地斯山脉中被困一个月 幸存者仅剩十九人 尽管如此 他们从未放弃求生的希望 在经历了雪崩后 他们变得更加团结 随着气温的逐渐升高和积雪的融化 罗伯特和南多决定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 翻越山脉离开这里 随后 又有一人加入了他们的探险队伍 其他幸存者则利用现有材料制作了各种防护装备 有人用驾驶舱的遮阳板制作了太阳镜 还有人用飞机座椅的靠垫制作了鞋垫 就这样南多和两位同伴带着大家制作的防护装备出发了 几个小时后 他们在鸡身东边1.6公里的下坡处找到了鸡尾 并且发现厨房基本蛮好 他们找到了一些食物 包括一盒巧克力 三个肉饼 一瓶朗姆酒 以及一些漫画书和药物 由于天色已晚 气温下降 他们决定在鸡尾过夜 第二天再将物资运回鸡身 那个晚上 他们熬夜看漫画 他们的精神第一次得到慰藉 他们感到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第二天 南多和同伴们带着新物资返回了鸡身 在离开鸡尾前 罗伯特尝试用行李箱摆出一个大式自驾形状 尽管知道搜救行动已经停止 他仍希望有些家人可能还在组织搜救 南多在离开前又进行了一次搜索 意外地找到了一些绝缘布料 而这些布料 后来成为他们成功逃离安地斯山脉的关键因素之一 几天后 罗伯特从收音机里得知搜救行动再次启动 他相信是自己摆放的十字架被看见了 原来 遇难者家属从未放弃希望 在搜救队宣布取消行动后 家属们强烈要求乌拉圭政府派出侦察机 在压力和舆论推动下 政府同意了 侦察机很快在安地斯山脉拍到了一张照片 乌拉圭政府将照片发给了智利空军 他们发现照片上有一个之前未被发现的十字记号 家属们坚信这是遇难者还存活的信号 智利空军立刻下令恢复搜救 但很快一个令人失望的消息传来 搜救队发现他只是用于测量积雪的仪器 并非罗伯特摆放的 因此搜救行动再次被取消 当大家得知搜救再次取消 他们终于意识到唯一的出路就是靠自己 南多和罗伯特决定12月12日出发 此时威斯汀决定加入他们 为了缩短路程和时间 所有人开始为这次探险做准备 除了之前制作的太阳镜和雪鞋 他们还需要解决如何在寒冷的山上过夜的问题 虽然气温有所回升 但安地斯山脉依然寒冷 尤其是翻越雪山 不可能一天完成 他们在探险途中如何保暖过夜 成为了一个期待解决的问题 而此时 之前找到的绝缘布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他们打算用这些布料制作睡袋 以抵御山上寒冷的夜晚 卡利托负责将绝缘布料缝合成睡袋 随后 幸存者们用不能再穿的衣服改制了背包 装满了三人所需的水和人肉干 有些幸存者甚至拿出了自己最好的衣物 坠机后的第61天 在他们出发前 又有三名同伴离世 幸存者仅剩16人 大家目送他们离去 每个人都明白 如果他们失败 大家只能等死 南多告诉卡利托 如果他没能回来 大家可以用他母亲和妹妹的遗体来维持生命 卡利托没有说话 只是和南多紧紧拥抱告别 随后 三人正式启程 坠机后的第63天 三人已经离开了三天 突然 他们看到一个人似乎在下山 而另外两个人不见了 他们第一反应是 恐怕只有一人幸存 其他两人已经遇难 当这个人慢慢走进他们时 原来是威斯汀 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那就是南多和罗伯特还活着 但同时也有一个坏消息 他们原本想的是一直向西走 翻越山脉就能到达智利 但眼前的景象依旧是连绵的安地斯山脉 他们已经按照副机长的指示行动 为什么结果不是他们所期望的呢 实际上 坠机就是因为副机长的误判 副机长在准备降落时 错误地认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地斯山脉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当时飞机还位于安地斯山脉的中心位置 所以 当他降低飞行高度时 飞机便撞上山脉 而飞机坠毁的地点 并非副机长所认为的山脉边缘 而是山脉的中央 经过三天的翻山越岭 他们看到这样的景象 感到彻底绝望 南多想一死了之 但他转念一想 死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 既然他还有一口气 那就应该继续走下去 随后 他们三人商量 由罗伯特和南多继续前行 而威斯汀返回机身 与威斯汀分别后 罗伯特和南多继续向西前进 然而 长时间在极端环境下的行走和攀爬 让他们体力不支 腿部开始抽筋 尤其是罗伯特 他走得越来越慢 南多心中冒出一个想法 如果罗伯特走不动了 他该背着罗伯特继续前行 还是放弃他 最终 他在心中得出一个答案 无论如何 他都不会抛弃罗伯特 坠机后的第69天 罗伯特和南多在安地斯山脉中 奇迹般地前行了10天 摊爬了56公里 当他们眼前的景象从积雪和黑色岩石逐渐变为黄色岩石时 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出了安地斯山脉 到达了智利的山谷地区 虽然这里人烟稀少 但山谷的气候远比山脉中温暖 他们的信心再次燃起 当夜幕即将降临 他们决定停下来检视树枝生活 并在此地休息过夜 几小时候 他们隐约看到和对岸有三个骑马的人 南多迅速跑到河边 朝对岸的人大喊 尽管河水的噪音使双方无法交流 但和对岸的人向他喊了一声明天 于是南多和罗伯特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三人身上 等着他们回来 但是 他们真的会来吗 他们会不会跟之前的救援队伍一样呢 第二天清晨 南多和罗伯特终于等来了他们 而且他们还带来了更多的救援者 他们成功救出了罗伯特和南多 自从南多和罗伯特离开后 已经过去了十天 幸存者们都以为他们已经遇难 为了获得更多的信息 卡利托打开了收音机 他听到了乌拉圭大使的声音 大使说 南多和罗伯特已经得救 还有十四个人幸存 我们将立即展开救援 卡利托和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后 激动之情难以言表 他们的斗争终于迎来了圆满的结局 还有两天就圣诞节了 对于卡利托和其他幸存者来说 这个圣诞礼物可能是他们最难忘的 但那些不幸早逝的遇难者 已经无法收到这份礼物了 其中一位遇难者的母亲 在得知十六名幸存者中 有人与他儿子同性后 立刻前往智利 怀着一线希望能与儿子团聚 但当他看到幸存者们时 他的希望破灭了 他没能等到自己的儿子 那位幸存者只是同性而已 不过 在他儿子去世前 他写了很多信给母亲 临终前 他把这些信交给了同性的幸存者 现在 这位幸存者终于可以将这些信 完整地交到他的母亲手中 空难发生后的五十年里 幸存者们努力不受这段经历的影响 各自过着充实的生活 十六名幸存者会在每年的坠机日 团聚一次 雪崩日团聚一次 或就日再聚一次 这段奇迹般的经历 曾多次被记录书籍和电影 1993年被改编成好莱坞电影活着 2007年被拍成纪录片搁浅 我来自坠毁在山上的飞机 里面采访了所有幸存者 以及他们的家庭成员和参与救援行动的人员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 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